每个国际发行中都有 半旭北 我是半旭北 在环宇新闻台跟大家一起 看世界多新闻 半旭北的环宇漫游 欢迎收看半旭北的环宇漫游 今天我们来谈谈 企业家转当总统到底零不零啊 最近全球麻疹疫情大爆发 还在为该打不打这个疫苗来犹豫吗 别傻了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表示 打疫苗才安全 进入意大利之后 瑞士成为加入一带一路的 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一带一路风险高 为什么还有国家不怕死呢 接下来是棋斐大放纵 大家好 我是范棋斐 昨天晚上我睡得不大好 因为睡到一半有神明来跟我托梦 最近台湾有个企业家要选总统 把妈祖炒得全世界闻名 我也要红 所以这星期环宇漫游 你也要讨论企业家转当总统 不然收视率我就把你砍办 我说这个小扇子 你们这个后制下制 可不可以把这个收视率大神话好看一点 半夜梦到这张脸很不愉快 你为什么不能把它画得像 乔治库隆尼呢 你看 越看越帅 讲到这个候选人帮神明拉台这个风潮 我讲的是候选人帮神明拉台 不是神明在帮候选人 这不一样 主动被动我们要搞清楚 好 这个候选人帮神明拉台 最近很流行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有妈祖 总统蔡英文有耶稣基督 那么要参加民进党初选的赖清德 有宝生到大地 那比起来这个韩国瑜 有凤凰展翅 这个新闻就不是很成功 因为我花了30秒 Google呢 我都找不到那天韩国瑜 拜的是哪一个神明 所以以品牌行销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这效果真的太差了 来看看人家厉害的是怎么做的 我认为神明拉台 叫我们所有的职业 在各种职业的职业 我认为神明拉台 他希望特朗普成立 所以他在那里 美国白宫发言人 他讲的神当然是耶稣基督 他这样一讲 全世界各媒体疯狂转载 有比这个效果更好的吗 可是我忍不住要想 这些神是真的有明确指示 还是我们这些人 自己在揣测这些神明的想法呢 还是我们这些媒体 用这些神明之明在炒作呢 我没有 别的神怎么跟信徒沟通 我是不清楚了 但是这个抽数率大神 跟我讲很清楚 我还有录影存证 收视率大神说 本周是要谈企业家转当总统 所以我们就来好好谈一谈吧 这个台湾民选总统里面呢 没有企业家转当总统的例子 那美国有几个 除了现任总统川普之外呢 最常被提到例子是 小布希跟卡特 但根据胡佛研究所的研究语言 David Davenport的看法呢 这两位当总统成绩都不大 唯一一个在近代 可称作成功的例子是杜鲁门 但杜鲁门总统也许当得不错 可是他当企业家的记录 其实蛮失败的 所以这个Davenport的结论是 美国成功企业家转变成伟大总统的例子是 没有 OK 川普的政治者别集 Davenport写报告是在2016年 所以川普还没选上 所以并没有把川普列入比较 但是成功的企业家转变成成功的政治人物没有吗 有 像这个商业周刊就有篇文章 就是拿这个纽约市的前任市长彭博来做例子 那么文章里面提到的这个彭博 当纽约市长的时候 指象征性的领一美元的薪水 他还倒贴 除了竞选经费全部自己出之外 他还花钱推动枪支管制 移民跟志工服务等等改革 那么总继彭博的市长任内 不但未领270万美元的薪水 他还倒贴了6亿美金 这是企业家转政治人物的第一个优点 不会贪污 那么成功企业家在自己的产业 已经呼风万雨 前沿这个赚的是满坑满谷 还愿意去躺政治这个浑水 很多就是因为有强烈服务社会的意愿 那么上周的报道里面 还提到彭博跟纽约市政府带来的另一个改变 就是数字管理 彭博成立了市长数据分析办公室 用数据来做政府市政依据 比如说这个消防 市长数据分析跟这个消防局联合开发出一套系统 找出易失火的房屋 做出危险指数的高低 来决定照库的先后顺序 那么这将消防局的效能大大提升 火灾大大降低了 那么企业家转政治家的这个另一个优点呢 是为政治注入新动能 那么企业家呢 常常可以为政治界带来新的观念 新的做法 尤其是政府机构常出现的无效率 无创意的问题呢 企业家常可以提出耳目一新的做法 好 那么彭博呢 当纽约市长那12年呢 受纽约人爱戴的情况 我是亲眼目睹了 那么除了上周提到这两点之外呢 我再加点了 比如这个彭博的民粹倾向非常低 这可能是企业家的彭博得要向股东负责养成的好习惯 在彭博眼中胡乱开支票 商与不佳 生意做不大 所以这个企业家彭博 其实是很鄙视企业家川普的 那么企业家彭博可比企业家川普要成功得多了 第四 彭博为纽约带入庞大的商业人脉 彭博在为纽约招商的时候 常常强调他不是政治人物 他说他是花了点时间搞政治的企业家 这次在说他很了解商界的思维 世上也证明商业界的确吃这一套 那么纽约在彭博的带领之下 走过911恐攻之后的阴影 重新打亮纽约是全世界金融重镇的招牌 我们纽约人最有名的特质 你们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吗 有文化 不是 敢流行 不是 很有钱 绝对不是 是什么呢 是很机车 我们纽约人机车全美文明 这么机车的纽约人却喜欢彭博道 让纽约市议会去改法律 将市长任期有只能连任一次 变成连任两次 好 让彭博可以多做一任 如果说彭博是切家从政的成功案例 那负面教材要选谁呢 还有谁 那当然就换川贵人上场咯 好久没翻川贵人的牌子了 已经有网友的抱怨 说我们在后宫最近太安静了 那么当初川贵人一选上总统呢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他在白宫跟A片女性乱搞 不是啦 我们今天不讲这题 我是怕你睡着啦 我是要说这个川贵人一选上总统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他会拿总统权责来自肥 怕他把这个川普集团利益摆在国家利益前面 由于各界的压力很大 川普就在就职前面呢 就学了这个彭博成立了一个可撤销信托 他自己不管让他的两个儿子跟亲信来管 但是定期要给他报告 但是川普呢仍然是这个信托的主要受益人 那川普觉得这样就可以交代 但是在当时在美国就有很多这个法界人士跳出来说 哎绝对不够啊 那很多领域专家指出呢 川普应该是要用盲目信托的方式来处理 以川普的例子呢 就是资产交给儿子跟亲信来管之后 川普本人不但不能过问如何经营 别买什么卖什么都不准知道 只可以定期看看获利资行的这个情况如何 这看起来好像是很大的牺牲 但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啊 我老爸也是盲目信托啊 信托给我妈 OK 这个盲目可非常彻底啊 一年看不到一次报表 这美国宪法里面呢 并且有这个外国薪酬条管 基本上呢就是说 美国政府官员不可以接受 外国政府任何形式的酬庸 这当然是为了防止外国这个势力来影响美国总统施政的方向 那么规定是这样没有错了 但我们川普人哪里管啊 一大堆外国的政商名流 现在就争相入驻川普旅馆 那么川普总统还时不时帮他这个川普品牌打个广告 那这是他本人 他的女儿女婿儿子啊 多位阁员跟下属呢 都曾经有被指控过 这个有利益冲突的问题 那么根据美国智库的计算呢 川普当总统两年多相关的利益冲突案件多达1400件 这东间呢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呢 就叫做通俄门 虽然特别检察官穆勒的结论是 川普团队没有跟俄罗斯共谋影响美国的选举 但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 我们也得知哦 川普在竞选期间 在俄罗斯还有开发案 是因为被外界揭穿了 他才赶紧宣布停止 我不是说川普都做了 但他有可能也都没做 但可以看得出来哦 有很多美国人对川普总统 是不是能严守界限 不自肥并不信任 毕竟诚信当初就不是企业家川普的强项 那么今天换成是彭博总统 情况是不是相同 我很怀疑哦 但为了这个不信任 美国的社会发了多大的代价 企业家就跟所有的国民一样 他有投票权 也有参选的权利 他们有传统政治人物没有的优点 但他们也有传统政治人物没有的缺点 以企业版图的庞大便直接否决他们参选的权利 不大公平吧 老实说依在严格的法律来规定 去这个去信托去切割啦 也只是最低标而已 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 所以我觉得呢 最好的指标 还是回去看看这个企业家 过去在商场上 他的这个品德作风 合不合你的胃口 接下来是动眼看热闹 马上回来 一次的离开